日本學者在藍允檢測輻射值 檢測的數據卻是超出許可範圍之內 雖然原人會不斷表示他們的檢測結果 都在安全範圍之內 藍允居民卻始終擔心 他們健康會出問題 根據藍允鄉衛生所提供的 近九年來的五大死因的資料顯示 藍允鄉居民的死因有八年 第一名都是惡性腫瘤 其中只有一年的惡性腫瘤 是退居第二 根據這樣的情形 學者認為 並不排除是受到核廢料污染的影響 不過學者認為 應該對藍允居民做更詳細的健康檢查才是 各年齡層的分布 還有離鄉到外地者也要追蹤調查 才有可能進一步準確推斷 居民獲得癌症 是否跟輻射外泄有直接關聯 但是張宏說說 藍允本身醫療水平落後 政府應該在未來檢測 同時 同時提升藍允地區的醫療環境 不過臺電強調會陸續為藍允居民進行健康檢查 因為我們臺電有一個叫放射實驗室 那他在核山場那邊有一個分隊 那我們就是在那邊安排做這樣的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都有安排就是就是提示 然後他們民眾都會報名參加這個活動 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汽車結果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受到污染 臺電的核後端處安管組長表示 從九十五年開始就安排藍允島民 免費到核山場放射實驗室 做全身的輻射污染檢查 今年更是擴大範圍增加梯次 截至目前為止 受過檢查的民眾 沒有驗出有輻射污染的紀錄 不過藍允居民總人口有四千八百零五人 已經有多少人前往核山場的放射實驗室 做過檢查 核後端處安管組長表示 手邊沒有資料無法提供正確人數 但強調會陸續繼續安排 藍允居民做全身的輻射污染檢查 記者格論Viu 台北市裁判報道